大家好,我是黄梁小琪 吴兴舟67岁,退休金3600元 婚姻状况,离异,居住地,长春 住房情况,房子装修,暂时租房住 这屋是多大面积啊? 30多吧 30多 那咱们是一直在这儿住吗? 这都租了越末 这块租住要越越末啊? 对,我现在马上搬那头装掉 儿子上美国去,晚上搬走了 我就过去了 乌大哥的房子一直都是儿子在居住 所以啊,他也就在外租房生活 这儿子搬走后,胡大哥将房子进行了装修 因为暂时没有装修好 所以啊,他还是得在租的房子里与红娘见面 我走步去了 我上公园走步去,我要买点菜 你这天天都去公园走步吗? 天天去,早点 几点去啊? 6点 6点就去了啊? 今天去的晚,今天7点去 我都是跟他那边整完了,两三个小时 完了回来买点菜 下午睡觉,完就帮撒个点了 完除了,溜溜溜就完了 还溜在这儿? 跟谁撈到壳就完了 对不对? 我是待不住 不知道你待不住,咱们待不住 胡大哥平时没有别的爱好 就是愿意逛逛公园溜溜溜溜溜溜 他说了,这现在退休后啊,真是待不住了 想当初上班时啊,那天天早晚班的忙活啊 大哥原来是做啥? 我原先开一路车的啊 大哥是从啥时候开始,就是干那个开大车,开公交的啊? 76年啊 76年开公交的啊? 嗯,早些5点起来,那就开车 完了,到中午,中午完下午完有班,两班倒 那个忙的啊,公司哪样呢? 一班,四班,五班,八班,两千年开一千年我想 胡大哥说了,那时候有着稳定的收入,一家人过着平静的生活 但胡大哥和妻子的性格差异导致两人矛盾不断 最终在1989年,两人离了婚 离婚后的胡大哥还有两个儿子要养 为了能多赚点钱,他不再选择开公交车,而是选择打经 因为这样就有更多的时间干些别的工作了 儿子活得多钱啊 我不得和烧样嘛,一家都买啥了,你不得不能去 我还打几天经,上一个班,四载去,一休,完美休两天留休 给别人开个车 你平时还帮着车开个车? 那你咋人? 开大车还是开车? 开轿吧 开轿车? 就出租车 开出租车呀 嗯 那大哥还开个出租车呢? 没有,我给别人,提颜别人,颜的车,不想挣点钱嘛 就这样,胡大哥一边打经,一边当替班司机,终于两个儿子都成了家,并且都去了美国发展 这一时,一个人在长春生活的他,体会着孤独的滋味 就这,今天就不行,今天就,就感觉这二年不行,孤独 吃饭也没人说话呀,就没人说话嘛 晚上没说话,跟电视说话 一天一找着我说话 对,下海也主要吃饭,是不是 晚上做饭,你这个吃,我得看看电视,我就睡觉,没人 就考虑找一个唠叨磕 我说这个 那现在大哥想找个啥样的呀? 现在的胡大哥,就想找个性格开朗,有老宝,能帮他收拾收拾家务,料理一下生活的另一半 而同样家住长春,性格开朗的袁春娟,袁大姐,会是胡大哥,要找的她吗? 姐,你好,没事 袁春娟,60岁,退休金2000元,婚姻状况,丧偶,居住地,长春,住房情况 自己住房50平米,再与儿子同住 这孩子的房子,我就暂时给我儿子在这里住了 完了那个照顾,然后孩子 自己的,自己大姐有房子呢? 我自己的六楼,楼高了,给拿个碗那套 拿灯过来 上灯上去了,宿路大 袁大姐现在与儿子一起住,因为她的房子楼层太高,上楼费劲,于是便搬了过来 那大姐,穿衣打扮成的还都挺时尚的,还要换一下装啥,就是便美不? 嗯,反正挺愿意干净的 挺愿意干净的 女人吧,就得干干净净利利素素 要不得嫌,宿路更大 大姐平时喜欢穿什么类型的衣服呀? 风格的衣服 风格的衣服,比较喜欢就是合体的吧 合体的吧 不穿宽松式 你看年轻人吧,你们穿这宽松式,就是得体大方 我们宿路大人穿就乐特似的 我就不愿意穿魂松式 袁娜姐认为,自己收拾的干净利素的整个人才会有精气神 并且对她的穿衣风格有着自己的定义 这些都是自己的? 偏爱粉色 偏爱粉色 那啥呀? 粉色吧,色衣大了,能回应一下 是能回应一下啥呢? 回应一下就脸的气色 气色要是好一些 如果是特别淡的那个,就是灰色脸 就没有那么多的朝气了 也想学学年轻人的朝气 袁娜姐告诉红娘 穿衣风格只是起到一个提神的作用 找对自己的化妆风格才会更加的年轻 这个是水 这个是乳液 大姐喜欢这种比较蓝,偏蓝色的眼影 对,喜欢偏蓝色的眼影 对 有时候画黑色的,眼睛可小了不太点了 需要痘痘水 这在彩色的时候显得眼睛能亮得大一点是吧 能显得亮一点 大姐对于这些还是挺有研究的 喜欢这些,同学是吧 她挺喜欢打扮的 因为现在的打扮 就是显得人能够利索点,干净点 出去买东西啥的 到柜台来一看 这儿干净利索的也要因就是注视 如果说的买胎的过去了 就像这儿不存在一样 是不是啊 感觉有点不尊重别的那种感觉 对 那种感觉是的 这平时感觉大姐都经常 天天都会就是简单 进行一些小 画一些小妆什么的 嗯 天天都画 天天都画 那现在有时候不出书来的画吗 给家属也画点妆 那有一天不画的 经常画 那在家画的没人看着吗 那有的时候也得去那个超市了 嗯 上门前 门前 我们门前有广场舞 有时候也跳跳广场舞了 喜欢跳广场舞 完了 爷爷喜欢在那个球里头 开开歌 在哪里 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可别熟悉 让我一时想不起 啊 在梦里 你看看 袁大姐平时注重打扮 爱好广泛 可以说是填满了她的日常生活 袁大姐说了 年轻时老伴去世的早 自己没少吃苦 现在老了 怎么也得想想轻浮了 发现就是愿意喝点酒 年轻吗 气盛 就是由于工作方面有的时候有压力 愿意喝点吗 年轻吗 袁大姐的老伴就爱喝点小酒 没事时啊 就会约上几个同事一起出去喝酒 袁大姐本想着工作压力大 喝点啊 也就喝点了 可没想到2000年的时候 老伴这次的喝酒啊 却喝出了事 跟同志熟悉喝就喝挺长时间的 这一下午 跟同志喝完我就自己喝 只要喝上瘾了 不需要继续喝痛吗 那她跟同志的时候喝了多少度 你大概知道吗 也喝不少 有一斤吗 那都不知道 没细意问我 那就是在家自己喝又喝多些的 当时我没在讲 在忙家那边住 第二天早一看 那人都不行了 第二天早回家以后 看着那些事情 往来她通过法医检查上 她一看都是自己 袁大姐说 根据法医的鉴定 确认了老伴是酒精中毒而去世的 袁大姐怎么也没想到 一晚上没回来 老伴就离开了她 这让当时30多岁的她 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她说30多岁了吧 30多岁了吧 那正是年轻起来 挺大挺大的打击 后来往往还带个儿 我家是个儿子 我就是一直也没找 我们药厂那时候在登简 早上7点半上班吧 下午1点就下班了 1点下班的时候 往往还出去 卖冰糕去 给人卖冰糕 嗯 什么工作都做过 什么卖盒饭呢 去卖服装给人家 就是说占柜台呀 反正没上忙活 为了将儿子养大 袁大姐什么活都干过 什么苦都吃过 终于儿子长大了 自己也不用那么辛苦了 这时的袁大姐才觉得 有些孤单 应该找个伴了 想找一个就是说 能够人好就行 其他方面吧 就是经济条件 就是三天都不也可以 找一个性格好 有3000多退休金的人 是袁大姐的择偶要求 向两个人介绍了彼此的情况后 大哥大姐决定见一面 正当红娘准备带着袁大姐 去胡大哥家驾驶 袁大姐提出 怎么也不能空手去 一定要为胡大哥装一些水果 装橘子 橘子吧 就是说人聚到一块 那个意思 哦 那香蕉呢 以后就红条鱼顺吧 咱们今天 比较诚意过去的 这袁大姐为了与胡大哥见面 还真是用了心啊 那两个人见面究竟会咋样呢 他们能否相亲成功呢 来 新姑姑姑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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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先进屋吧 袁春秋 袁大姐 姓袁 对 姓袁 胡行中 胡大哥 你好 大姐 你好 大姐 大姐给你买点水果 我谢谢 大姐给你买点水果 大姐给你买点水果 放下吧 是点意思 第一次来大姐 第一次的 大姐不能空手吧 诚意过来吧 不好意思 请收相 不好意思 是肯定重视 那一看上去就像创本 能不感谢吗 咱感谢 得劲 面对袁大姐特意带着水果来的举动 胡大哥表示十分感谢 并且能感受到袁大姐的诚意 这本胡大哥主动介绍起了他的情况 这屋是住了有三年多 我现在那个那边房啊 装修呢 那原先我那亲戚跟他住 我倒出来了 我那边做完了 我今天要搞 要我五点过去呢 那个方大理石 这儿租的房挺利索 是不是 大哥这不熟的 还挺板着的 挺好挺干净的 椰子挺干净的 挺干净利索的 大哥大姐想找一个就是干净利索的 那你必须找干净利索 面对胡大哥的干净利索 袁大姐表示很满意 瞬间好感上升啊 这聊了一会儿 袁大姐对于胡大哥 却又好像有了新的发现 好像挺熟悉的 是好像 就是因为我上学的时候 我立公平 我都没有小学毕业的 嗯 那可不行我就个胡平这点 那可不行我就个胡平这点 我今天那一面我就认识 我说你家是 就是原演就是二道文章 他是 龚平路 他家龚平路 胡三宗那 是文章多近呢 原来一直居住在二道区的袁大姐 一见胡大哥就感觉很熟悉 经过了简单的了解 袁大姐更加确定 两个人应该是见过面 那小时候就愿意运动 愿意运动 愿意打球啥的 跑 跑那可能是田径 好像是那时候 看运动会那时候还 好像小时候去玩去嘛 像那时候 运动也跑 嗯 好像是是那样 没接触过 就是没接触过 就是看过 我就不忘了嘛 现在事情就早忘了 哎呀真有缘分一件事 虽然曾经在运动会上 见过胡大哥一面 却让袁大姐记住到现在 这让袁大姐觉得很有缘分 面对曾经的老同学 胡大哥也觉得 袁大姐很有眼缘 于是问起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做家务你行吗 擦擦地上 做饭好像做不太好 嗯 做饭就是做素食做得很好 烙饼了炒土豆丝了哈 焖饭焖的特别好 我家就是吃饭时刻 吃饭时刻就都回来了 就是我家姐还没有 我父亲 我们在一起去会的时候 都是我做饭 嗯 你会洗衣 会做点饭就行了 那就最好 面对袁大姐 能干家务活会做饭这方面 胡大哥表示很满意 接下来 两人又聊到了兴趣爱好 没想到啊 那是更加的合牌 身体好像挺好的是不是 挺好 啥便没有 我这溜的 我上公园啊 断了断了 他妈不这样 健身潮呢 就很难了 你看他挺轻盈的身材 毕竟就是能够锻炼的机会就多 我们老年要是能够活泼一点最好的 年可家呆子 那种太闷的 人不行了 老年痴呆了 你喜欢唱什么 你不跳舞啊 我喜欢跳那个光场舞 唱个跳舞能不能接受 那啥就好 那啥就好 这个的话不会让你介意 对对对 这俩人无论是性格还是爱好 都让双方十分满意 郑大红娘以为两个人快要相亲成功时 袁大姐接下来了解到的问题呀 就让她有些犹豫 究竟是咋回事呢 两个人的相亲能否继续下去呢 广告之后相亲继续 刚一见面的袁大姐和胡大哥 通过简单的了解 让袁大姐认出 胡大哥是自己原来的老同学 这让袁大姐觉得 这真是天注定的缘分 接下来无论是性格还是爱好 那更是合拍 可正当袁大姐想要继续了解胡大哥时 现场的情况却发生了改变 那你还有啥爱好 抽不抽烟呢 抽啊 抽就行 两天一人眼 一天十根 用上了吗 就十根 抽烟的人呢 一律一点都不能接受 你就抽一根都接受不了 那时候最不喜欢抽烟 抽烟最不行 不喜欢抽烟 他说抽烟 那记不了 那既然抽少抽 我才不能记了 那我也不瞧眼 我抽的都吸个烟 他不瞧眼 两个人的相亲信场 因为抽烟问题 变得尴尬起来 这时红娘提出啊 那让胡大哥在外面抽烟 不在屋里抽 这样袁大姐能接受吗 那如果我说找另一半的话 就是不喜欢抽烟的话 能不能就是说分身 比如大哥 那要行 上厨房上哪抽行 抽烟它有那个烟的油 我家孩子就是抽完了回来那烟 我说你 为啥我进屋了 我说你们的烟不得保留 那四小时前抽的 我说都知道你抽烟 因为咱们文言的人 他不抽完了半天了 但那烟有的味 就打开身子的 像我们这个年龄 就是说 所谓的世界观吧 谁也改变不了了